来 你说那小孩到底什么来头 这庄主用毒控制了所有人 却唯独对他弄了 竟然还让人抬着上山 那可能怕他长大了难缠吧 我才不信任 不行 不得找机会试着他 你可别去 为什么呢 你不觉得张庆虎很奇怪吗 你倒不如多留意留意他呀 只有问题 前面应该是被布下亲闻之书 你看啊 这么大的冬珠还被穿了空 这明显的是从手指上掉落下来的 这么看呢 应当是这里 七道尘是在这儿 一品坟也在这儿 幕后之人应该就在附近 等着我们入木呢 主位 看到了吧 这儿就是一品坟 可惜啊 你这里的 又是马远 你找到他 你找到他 bbe 你找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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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这奇门阵果然了得 因全山之物将这山体隐藏 只许 阵眼似乎不久前被人破了 否则就算我师父前来 也发现不了此处 前面的山壁并非天然而成 应该是一道隐蔽的机关大门 定是易品坟的入口了 以山为木门 南印的工匠下了血本 除非凿山入洞 否则绝难打开 那里倒有数缺口 若能进去 或许能从内打开机关门 缺口离地面有十余杖 哪有人能上得去啊 诸位 都看到了吧 现在你们知道 为何入这易品坟 非我家小前辈不可 看到了吧 你也别打击小怪的 这个清宫呢 晒不错 何止是不错 这样的清宫在外人厕里 也得留名吧 你怎么那么担定啊 我这也分不出来真假 也看不出来高地啊 那你试着点吧 在吗 一队 浅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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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受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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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海他运气不好 干咱们这行的 谁还没见过死人呢 现在木门开了 别耽误时间了 铁奴 你在这儿手上 有生人来就发信号 走 你笑什么 这笑运气更像人情啊 看来是有人用掌力 将巨石调转了方向 难道是张庆虎 这巨石若不去动达 只会砸在二人当中落个轻伤 是张庆虎害死了自己朋友段海 这张庆虎的掌力很强大 别想了 走吧 别想了 走吧 我看来是谁的 别人好 帅